台中东市是客家大浦腔的重镇市 具有迷人的客家魅力 市府规划将东市打造为浪漫台三线的南入口 去年地方明代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执行东市客家文化园区整体规划 以及建筑物系部修缮设计 这天也举办相关座谈 希望能够注入新的元素 把这里打造成重要的文化展演点 客委会上官人员针对客家文化园区建筑修缮计划进行简报 东市是台中的客家重镇市府规划将这里打造成浪漫台三线的南入口 为此立委将其呈向中央争取经费 执行东市客家文化园区整体的规划 以及建筑物系部修缮设计 这天也进行相关的说明座谈 串联跟加成的效果包括像东市铁马道 这东风铁马道我们这一个本身的东市的旧车站 然后文化园区 以及旁边刚整修完的客家故事馆 甚至在旁边还有一个林业文化园区 还有我们的商圈 我们的美食街 这些都可以透过这一次二期的规划 把它整建进来 东市客家文化园区第一期建设 在2021年底完成 市府持续推进提出第二期的工程规划 计划整合园区周边土地扩大园区范围 并加入新元素 而在建筑方面除了园区本体的修整之外 也希望能够结合周边的客家传统元素 客委会也积极广纳建言 第一期的部分在109年已经完工 那现在市民在这边散步休闲 都充分的来利用 第二期我们也在立法委员江启臣先生的 大力的支持跟争取之下 那现在第二期的这个细部规划设计 1000万元已经由中央核定 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 会全力的来做好准备 做好细部的设计 客委会表示第一期工程完工后 民众反应都很不错 而去年中央也通过第二期的计划经费 中央补助840万元 市府自筹160万元 希望能够将东市打造成大补课的重要发展基地 介绍章安台中情报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